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21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新闻开始带你来看到 花莲县教育处20号的下午 在花莲县令田径场举行勘台屋顶 博顶模工程上梁仪式 由县长徐正为清零县场来主持 并且跟县场的贵宾 共同奔乡助导祈福 并且一同建政工程 花莲县为了打造体育大县的企图心 近几年来积极争取国内外运动赛事在花莲举办 而县府也积极向中央争取相关经费 借以整修及优化田径场软一体设施 其中也耗资1亿8333万元 以浮云外观为主体 打造全新的勘台屋顶薄膜工程 花莲县教育处在20号下午 也为花莲县县田径场抵磨工程举行善良仪式 由县长徐政卫请离县县城主持 协同与会贵宾共同焚香助寻祈福 并一同建政工程达到阶段性目标 在这个整个预算增加了5000万 但是能够能够让它的强度 能够比以前强上非常的多 而且让它本来是从60几个基柱 到现在是80几个基柱 我想就是花莲县 我们现在的这个顶棚 是最大的一个 而且金贝最多的一个 在下一个要做的顶棚 就是我们极限运动 运动场的顶棚了 我相信跟我们的运动科学来 来联合来一起来 让我们的训练运动选手 能够施判功倍 我想这也是世界未来的走向 现立田径厂在民国94年 收到龙王台风总创后 至今十几年终于重新上梁 而这项工程 预计在今年12月下旬就能完工 未来将能提供更舒适 且高品质的竞技场馆 也提升体育教学的训练环境 持续培育花莲顶尖的体育人才 记者许立晴 花莲市报导